病人大概29岁 他是因为出现了疲乏无力 然后投庸恶心 然后当时是其他医院去就诊的 就诊了以后 但是这个病人很快就出现了 就是是一十方面的障碍 出现了肝功能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 当我们医院来以后 当时检查病人的话 当时患者凝血 医院活动多只有15% 这个正常值是80%到120% 说明肝衰竭已经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了 当时我们入院的时候查的各种原因 包括病毒啊 这些自身免疫啊 遗传代谢啊 这些都没有查到问题 最后呢 经过反复的追问病时 就是患者确实有接触一种物质 他有20多天接触一种胶水 这种胶水里面呢 还有一种成分叫四绿锡 这种成分的话 我们查了一下 它是可以导致这个肝松伤的 考虑到是一个中毒的情况以后 就及时的第一时间给他做了一个 人物肝的血液进化治疗 让肝脏处于一个相对好的一个胃环境里面 有助于肝细胞的一个再生 有助于肝功能的一个恢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